各位錶迷你們好 現在大家看到這兩隻錶的牌子就是 Paul Picot Paul Picot 這個牌子我相信大家都未必很熟悉 其實我自己以前都不太熟悉 不過一直以來都知道有這個牌子存在 為甚麼呢? 因為我記得去一些二手錶項看 網頁說有甚麼手錶品牌 我經常都會看到這個牌子的Paul Picot 例如說二手錶 但你說真正正在二手錶項看見一隻Paul Picot 的錶 又好像沒甚麼印象中 不過網頁就見過 這條線就叫做Gentlemen Gentlemen這個字樣 在錶面看到,錶底看到 還有,還有在左邊的錶殼也看到 稍後給大家看看 他說的機心是PP-128 我估計也是ETA的 224、292那類的機心 不過資料真的不太能找到 這隻錶真的很吸引 雖然它是一隻Dressy的手錶 它都寫著Gentlemen 40 Fourty Fourty就是直徑40mm 大家可以看到 它旁邊這個牌子都寫著Gentlemen 它真的怕死你不知道它是一個Gentlemen 所以錶面也有 錶殼,旁邊也有 錶底也有 還有錶底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有挺漂亮的打磨 還有這麼大的PP 即是沒有錢買另外的大PP 買這隻小PP也好 當然這隻不是Color Trafford 這隻就是Gentlemen 戴上我7吋的手錶 40mm當然是適中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指針設計 以及阿拉伯數字的設計 很條脫 有些Frank Miller的影子 或者外馬士的手錶 都有點類似 如果大家想要一隻鋼帶的手錶 還有它的羅馬數字 這是羅馬數字 剛剛說的阿拉伯數字 其實其他東西都差不多 對,底部也差不多 也有兩個很大的PP字樣 錶殼旁邊也有Gentlemen這個字 戴上我7吋的手錶 這隻錶又有另一個味道 即是更加斯文 以及更加白搭 因為它的數字 沒有做得剛才我這麼大的 其實這兩隻錶 有一個可以改善的地方 當然是日力槍 其實我一向都不太喜歡日力槍 其實我一向都不太喜歡日力槍 譬如你看看右邊這隻 起碼都會看到三 它有三滑 你都知道是三 但是譬如說 左邊這隻 它的三字 就剪了一半 我就覺得有些特額 其實給我 就是不用開日力槍 或者開在六時位置 開得更漂亮 就會更好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它的 阿拉伯數字這個設計 而且真的有一件事值得一讚 就是這兩隻錶都是50米防水的 50米防水 但是它50米防水 都有做到screwdown crown 上鎖的錶觀 我真的覺得很少見 通常我50米防水的手錶 甚至100米防水的手錶 都未必有screwdown crown 譬如我之前有一隻Piaget Polo S 都沒有上鎖的錶觀 它是100米防水 但是這兩隻是50米防水 但是反而有 令我更加欣賞它 其實它的皮帶也挺漂亮的 鋼帶也大家看到 當然要說回它的價錢 大家看到它的價錢 嘩 13000元左邊 16000元右邊 其實完全不便宜 還有Hamilton 其實也有出類似的手錶 還有Pilematic 80小時 其實天梳 真的有一條線 真的叫做Gentlemen Gentlemen 對Gentlemen 最入門的版本 最入門的版本 是6000元便已經有獎 所以6000元 還要有直遊詩 名字叫做Gentlemen 還有天梳品牌的名字 然後再出名一點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支錶 要與那些入門Swatch Group 的Dresswatch對比 其實真的有難度 這也是我第一個感覺 但當我想心一層 就是因為Paul Picot 這個品牌是1976年成立 其實它到現在也是一個獨立的品牌 還有根據官方網頁說 它連產量只有4000隻 4000隻 那它就不可能 就像Swatch Group 其他天梳那些品牌 大量生產 降低成本 它就不可能做到 還有你如果真的拿上手 感覺一下 你真的看到它的造工 其實是一流的 一流 不可以與天梳那些品牌 去比較 它真的高一級 或者是高兩級 剛才大家都看到它的 錶殼打模 錶底的造工 其實真的是一流的 以及Paul Picot 這個品牌 其實它也有做法郎面 有做托菲輪 其實它的造標的功力 真的無用之以 超強的 但這些當然是入門的手錶 所以不是走路線 現在左邊這隻 折口售價 大概9000多 右邊那隻 是慢鬆一點的 我會覺得 如果你想做一個普通的 gentleman 你大可以買天梳的 gentleman 或者其他 Swatch Group 日門牌子的手錶 但如果你想做一個 很有品味 再特別一點的 gentleman 我覺得這兩隻手錶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雖然價錢較貴 但其他東西 手工各方面 都有相應的提升 好呀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以及多多留意不同種類的牌子 好呀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